大家好,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三 星期一做了正經短打 昨天其實都沒有偷懶,不過出了Patreon 現在香港很多內地的名詞叫做復償 中國民心都復償,正常做中國民心,復償 今早大雨,一會說珠海,澳門今天停貨 但香港今天沒有停貨,我今次覺得天文台的決定也是對的 我現在錄的時候,早上11點41分 今早早上的確是有雨,比較大雨,但應該未去到要停貨的階段 也沒有去到之前說有紅雨或者黑雨,可能一會有 或者明天星期四,星期五也不出奇 但暫時未有 所以今次天文台的決定,暫時來說也是正確的 所以大家早上小朋友或者是接放學的時候,就要小心點 就是要照顧一下,不要讓他一個人自己 因為你下這麼大雨的時候,也有時幾狼狽 日雨丹姐,大家知道那些小朋友的書包 我不知道我很久沒有,大家知道我幾十歲 沒有去看,我又沒有小朋友 我不知道現在那些小朋友 還是不是不收拾書包 很多小朋友是不收拾書包的 那他什麼東西都帶在書包裡面 變成了那些書包很重 這些很多時候會影響小朋友的脊骨發育 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 養成收拾書包的習慣 不要說什麼書都放進去 我不知道現在讀小學是否有鑰匙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老婆的小朋友 一個四歲,一個半歲 所以還沒讀小學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小學的那些 是否有鑰匙 最好就是有鑰匙 因為如果不是,你很麻煩 你揹一整天的書 你那些書包又重,那些書包又重 這些大家要注意 題外話 昨天的星期二 今天會比較說多些台海的局勢 其實是 現在都挺緊張的 你看到美國人來了 我們現在國家的水平 你看到美國人的招數其實很足夠 美國人的招數很足夠 你看到我們趙立堅,中聯辦 包括我們新任特首 現在李家超已經是特首 只不過還沒有授權 他已經是特首 就罵歐盟和七國 人家說的目的是什麼他都不知道 因為很正常 因為我說慣事 我不用管別人 他都不知道別人做這件事 用來做什麼 對吧 你看到很悲哀的 你看到很悲哀的 那個地方和各個國家 搞成這樣 現在你看到中共 很明顯他就是 之前國安法 或者搞國安處等 香港已經基本上五勞七雙 現在你看到他做的事很簡單 就是保住一點 保住一點 這一點呢 習主席 你不要鬥著 你不要碰著 這一點是 即使現在李家超 我相信李家超做的所有事情 其實都要上面批評的 他現在說接電話都接到手軟 很多人撼過來 即是謀一官半職 當然 即是 有些人要扔心口 是吧 你要謀一官半職 即是 你要謀一官半職 那你要怎樣 那你當然要 有些表示 是吧 很多人撼過來 等等 但是最後你交個表上去 那也要上面批評的 但是上面批評 那你一樣是有表示 其實不是上面批評 你就不用表示 那你又要李家超 把你的名字擺上去 那你才有差事 那你把你的名字擺上去 你就要有表示 那你擺上去之後 你就要有表示 那就很多表示 那麼問題是 在這裡 即是你看到 那個地方是這樣 各個國家是這樣 你身為中國人 其實是很悲傷的 你看到 那麼他現在 即是中共的元老 他現在做的一件事就是 護住香港一點 護住這一點 可以 李家超是你陰點的 沒問題 你放在那裡 沒問題 一個人選 沒問題 第一件事 金融你不能鬥 簡單講句就是 那護住一點 香港就不做這個全民檢測 或者是禁足 那麼將來等於習主席榮毆的時候 就靠這一點 令整個中國生產 那就是他的構思 是這樣的 很明顯的 因為現在你看到整個中國已經散了 基本上已經散了 你看到開始有通脹 之前說沒有通脹 如果你有通脹 你還去減息,那你不死 你中國還有通脹 今早已經多了2% 一定的 因為你做核酸就是停工 你每天都去做核酸 你每個人都去做核酸 我朋友在北京做了幾次核酸 那怎樣上班呢? 一天出去核酸 然後回家 然後明天又核酸 那你的國家便停頓 現在美國人趁你病,拿你命 差在他還沒死去香港 如果他死去香港死去,就馬上收你皮 你看到為什麼 我在Patreon也說過 為什麼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打了這麼久呢? 美國一出手,你俄羅斯就做黑衣 為什麼他容許你打這麼久呢? 其實必有心意 必有心意 我們一會看看 我們國家很輕視一些收回來的情報 每個人都說俄羅斯很厲害 那麼俄羅斯就很厲害 對吧? 說我們國家的軍力很厲害 那麼我們國家的軍力就很厲害 他從來都沒有實事求是去看看 究竟我聽回來的是真還是假 你看到林鄭也是 那下面那些 就是那些小賊 我們現在有很多儲備 那麼他就每天都說香港不缺錢 對吧? 一般人不會說這些 你看到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他不會說自己不缺錢 譬如Jeff Bezos、Amazon的老闆 甚至現在Elon Musk 他都說我要籌錢 才能買到這個Twitter 李嘉誠也不會說這些 對吧? 四叔也不會說 那麼哪些會說呢? 馬雲說 馬雲說 他說錢 我記得五、六年前馬雲說 他說 那些錢多到我現在怎麼花 那麼現在就做乞丐 扮耕田 對吧? 說個故事給大家聽 當時省房下來香港 我是Manager 我去接待他 我想是一、五年左右 在尖東 請了一間越南 很出名的廠吃飯 在香港 客人請了廠吃飯 當時在尖東 差不多八點多 那麼 什麼廠就叫我去 你買一瓶酒回來 我們要請他們吃 當時差不多八點半 在尖東地牢 差不多八點半 我在附近買 買到比較貴的那瓶酒 差不多三萬多四十萬元 買了兩瓶 拿了下去 因為那裏都是十個八個人 那個什麼廠就說 這瓶酒多少錢 我說 差不多四萬元一瓶 你知不知道他怎麼跟我說 他說 這些酒我們不喝 我們要十幾萬一瓶才喝 那我就知道中國做乞丐 那現在你就做乞丐 你整個文化都是這樣的話 就很嚴重 那些錢不是你 那些錢是人民的 是應該他請你 不是你請他 很明顯就是你想喝 不是那個越南人想喝 越南那些什麼廠人 他是越南那個不是老闆 是那間廠的一個部門 那三四個人 所以你看到 我當時已經想到 那中國一定做乞丐 現在不是做乞丐 對吧 所以這個情形在這裏 你要明白一件事 那些錢不是你的 應花 得花 你說花貴一點 沒問題 幾萬元一瓶 你不可以說 幾萬元一瓶我們不喝 我們喝開這十幾萬元一瓶 去招呼那間廠 你是黑的 大哥 是吧 那你看到馬雲 現在就是假裝耕田 是吧 現在就是這樣 你看到 講這些話的人 其實是很節複的 很節複的 那些錢不是你的 那些錢是你的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喜歡丟掉它也可以 以前可白 我喜歡捐多少也可以 一捐 歡樂今宵捐一億 即是歡樂滿東華 捐一億 我之前也說過 當時 當時的一億 他給了一間上市公司 其實 那些錢是我的 你得我 但是現在的錢不是你的 你不要搞了錢不是你的 那些錢是中國人民的 你應該請回中國人民吃飯就對了 那你現在看到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講遠了 是吧 有時候看到都很無奈 大家明白嗎 很無奈 你看著美國人是 動手的 其實 你看到一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就是傻奸奸 不知道他做什麼 是吧 還說自己很厲害 已經被人踩到上面 但你不怪那些人 先瞭者戰 打死無縣 我經常講一件事 美國人其實是很縮骨的 他向來也是以前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策略 向來也是 他不會去主動打你 他不妥理也好 他不會去主動打你 為什麼呢 民意是 不可以這樣做的 他會讓你犯錯 等你打他 然後他有機會打你 向來美國人也是用這招的 那就成功 等這個 蘇聯打烏克蘭 那就先找烏克蘭佔一佔 打散了烏克蘭 這些待會我們進去再講 昨天 星期二單日 確診273宗 我也說 元朗金錶單國佔了二十多宗 我也說 去到尾段這些 很難搞的 你可能一段時間 現在去到 今天都五月十一日 可能今個月底 現在的任務就是清零 什麼時候清零呢 六月左右就要清零 因為七月一日 領導人就要來香港 現在我也替習主席擔心 因為你一看到 聽到的形勢 看到他不斷地出來說 我們要堅持清零 堅持到底 底線思維 你就知道現在很危險 我看到香港人這樣說話 其實很可憐 就是 人家說兩句 當然是走出來 我們這個選舉公平公正 等等 你看看美國人 這次 川普脫下了 他不會走出來說 我的選舉公平公正 你自己看 對吧 對吧 你自己看 你沒眼看嗎 對吧 如果他走出來說 我們公平公正 你現在擺明只有一個人 對吧 怎樣公平公正 你選了就算 收工就算 對吧 別人說兩句 你要承認 這些是無雙大雅 你承認就對了 對吧 你承認就對了 有紀錄在案 這些我們待會再說 大家看到封面 林鄭見李家超 應該是9日 李家超去特首辦 然後大家一起去政總 很明顯 你看到他們有個Draft 即是有個Transcript 即是那個英文 你叫什麼 草稿 有個草稿 有個草稿 兩個都有個草稿 其實 正常來說 走的時候 大家應該握手 或者撞爭 但是 林鄭呢 不是林鄭說 是林鄭的特首辦發言人說 就說 因為疫情問題 你不握手 我不怪你 但是你爭也不撞 這樣很明顯 人家看到 就是很小器 那一個人為何會小器 就是因為你 因為你自視過高 所以便是小器 其實 大家見到我們 已經說了 你都事已至此 便做人給一些風度 是吧 要給你做 給了你做 其實坦白說 他做到五年已經做到 但是他不是這樣覺得 李家超的性格 跟林鄭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其實 我們下一個封面再說 有個設計對白 希望大家加入我們 後備時事頻道 Patreon 就是五元 美金一個月 這個連結在下面 一會兒我們也會說 少少 關於 很短的 鑽石狗 鑽石狗 昨天也升了少少 納指 去到134% 美銀升得好些 那就去到52% 這就是記者拍到的封面 正常禮貌上來說 你見到國家領導人都撞傷 還有一件事 就說香港現在都沒有什麼疫情 只有兩百多個 林鄭也說疫情是放緩了很多 事後就跟特首辦發言人說 因為疫情問題就不握手 人家都已經伸了手 他就轉身走過去港台 我不知道這個 我沒有看過現場 我不知道是否李家超 請你上台 還是李家超想跟他握手 但他就走上台 但其實無論如何都好 事以至此 你撞一下爭也要 沒有任何接觸 沒有任何接觸 那麼李家超為何要去特首辦呢 很明顯 就是麻煩你 第一 麻煩你快點交接 因為我要做事了 其實國家有任務 國家有任務 一會兒林鄭也會提到 我相信那個立法就是23條 然後就是通關 一個問題就是 有甚麼問題 不關777事 就是1416的問題 V&US的問題 就是V&US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李家超是很心急 就是麻煩你第一 快點交接 快點交接 真的 你快點交接 其實他現在叫他搬出 禮賓府都可以 為甚麼呢 李家超已經是特首 是的 他雖然未授權 但他已經是特首 這個設計是對白 麻煩你快點交接 為甚麼呢 因為他都有很多錢 放進去 大哥 他都有很多錢放進去 我不知道林鄭那些是甚麼 我想問銀行 可以給他一張銀行嗎 應該不行 因為你給他一張銀行 就跟他在錢裡有交 有那個 有商業 有商業 所以他基本上應該就是 十元 十元 十元和硬幣 出糧便出十元和硬幣 你拉著那些十元和硬幣 我經常說 天空很公平 你要錢就給你 拖著走 好像我在深水埗 通周街那些 拖著紅白藍袋 那些 那些就是這樣 是不是 國內都有很多 我想他過億 那你回去不回去拿 是不是 走就走不了 我們說回那個 性格問題 李家超的性格 跟林鄭應該是很不同的 林鄭就是真的 她覺得我自己比你們厲害 是真的 再加上下面那些推波助瀾 如果林鄭真是厲害 她不會九七之後才上位 英國人是不看這個人 或者英國人已經知道這個人 是跟共產黨有關 她是九七之後上位 李家超也是 你看回那個簡歷 你就知道 她真的覺得自己很厲害 那你英文也不懂 是吧 那你做到特首 我當然不相信 那你問我 就給點風度 是吧 做人要給點風度 事已至此 是吧 我覺得李家超是不一樣的 李家超是警察性格 那你做了這麼多年 警察 或者做了保安司 等等 這些都說不到 一出來就 紀律部隊的感覺 等於我們在商場做的 一出來的就 比較有商業類型的 但是問題就是 李家超的性格應該是 正常比林鄭好一點 很慘的 當你覺得自己很厲害 但其實你根本就 完全不行的話 其實是很嚴重的 這個性格很嚴重的 李家超不行 你看到他 在語文上面 不撒家 其實可能他自己也知道 他自己也知道 可能是 或者是對於那個 香港一般的那些 國情等等 他也知道自己不撒家 其實他未必不知道 林鄭就是因為 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在政府做了40年 你需要跟我講呢 我比你熟過吧 對吧 除了葉劉說她是師妹之外 根本上 除了以前張建宗那幾個之外 根本上沒有人熟過他 所以他不需要聽你說的 特別是你那些 顧問 行會成員 但是李家超未必 他是紀律感覺而已 但是他未必 他知道自己不撒家 其實 不撒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 那你叫他做特首而已 對吧 所以他兩個性格是 是很回忆的 等於曾蔭權 曾蔭權是貪小便宜 但是私底下 有讀者留言 認識過他身邊的人 曾蔭權的人是很友善的 很友善的 他只不過是貪小便宜的 你私底下跟他做朋友 這個人是OK的 曾蔭權是 但是林鄭你私底下 跟他做不到朋友 你跟他做了朋友 那些 譬如陳志思 那些 張宇人那些 你一見到 哪個 你一見到那個 袁國勇 你見到袁國勇 失蹤了 你見到袁國勇 就失蹤了 可能袁國勇已經退了 其實很明顯 袁國勇是他那邊 其實很明顯 袁國勇是幫政府說話 幫他 那新一任 可能袁國勇自己又不想搞 對吧 你身為 身為香港的 微生物系的專家 就被人吵到混蛋 林鄭又被人吵到混蛋 你自己埋了政府 那他自己也收皮 一來可能病了 二來他也說過他 今次疫情之後是退休的 所以你見到林鄭那些是沒有朋友 他是沒有朋友的 反而李家超可能有朋友 但是他那些朋友 就是他以前那些同事 就是警察 或者是紀律部隊 或者去了懲教署 那一班 最後就是這個 就是兩個人讀 draft 就是讀完那個稿 讀完那個稿之後 就是李家超 就是向這個群眾揮手 就是向記者等等揮手 然後777才揮手 其實你看到是很不合格的 就是777 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他是不想跟他同台的 但是你看到777 現在不斷做一些很令人開心的事情 現在解封了 現在放寬了 你可以開酒吧 酒吧可以開了 那些 但是你看到很多事情 他都不想配合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去到這個moment 即是說你四十幾年的重症生涯已經結束了 你都做了任特首 那居然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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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思維表現 是這麼小學雞 這些 這些是一個 很大的性格上的缺陷 所以你找他做 那你不是香港破街 現在連中國也破街 你找他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做這麼高的位置 雖然700萬人就不算是很多 但是也算是高 是吧 這樣的話 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找一個 深空這麼狹窄的人去做 你特首做了 你做了 現在不是你做到 2019年就刺你了 你現在完成任期 為什麼要表現得一個人 深空這麼狹窄呢 是吧 始終一件事 大家都是同輩 大家都是同事 一段很長時間 其實 大家都是幫阿爺做事而已 是吧 你看到一件事 政府裏面 基本上是分黨分派 其實全部 你坦白說 他在 在林鄭執政的期間 你真的不要走到另一個部門 混亂林鄭 混亂你 分分鐘 你為什麼跟 跟政務司那個 那個 那個部門的人那麼好 我不會喜歡 我以前試過的 很多年前 我打過一家公司 大公司 那時阿姐姐罵我 你為什麼跟那個部門的人聊天 我說走過就聊天 他說 你給我面子 就不要跟那些人聊天 因為我跟他阿姐不妥 其實這樣也可以 很久了 很多年前 1992年的時候 就是有些這樣的人 是吧 你看看七七七就是這樣的人 今天走了 離開了 那你就漂漂亮亮感轉身走 什麼事 一事以至此 都搞到這樣的 那 李家超 當日去了四個 就是 中方駐港的機構 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四個 中聯辦 這個 國安公署 這個 外交部 以及這個 解放軍的軍營 這四個地方 那他就說 不是去借票 我相信也不是去借票 因為不關這些人事 其實是 其實是習大大 習大大陰點了 那些人都是配合的 那些人都是配合的 好了 昨日 今天我不知道 即是昨日 星期二 香港是 新增273宗 有20宗 就是這個元朗 金卯丹角 即是那個 廚師事件 他說 應該是佛庭賽 佛庭 是不是佛庭兩個星期 我記得我看過的新聞 好像是這樣 有沒有佛庭賽 有沒有佛庭賽 這個呢 剛才說了 澳門 珠海 佛山 以及廣州 今天是停貨的 即是他說的明日 這是昨晚的新聞 即是今天是停貨 但是香港這邊 暫時還沒有 所以大家 今天 例如小朋友 放學 大家都要 照顧 不是讓他自己做 如果小時候 就要接他放學 這兩天都是 因為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可能會好些 這兩天大家 出街大把傘 小心些 華南就更加厲害了 因為那個 那個雨帶呢 是在華南遠港過來香港這邊的 廣東地方已經很厲害了 好了 林鄭呢 現在不斷做一些白面 不斷做白面 你看到他 出親來也帶些好消息 就說 酒吧 酒館 就重開了 五月十九號 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這個就是 蘭桂方 你看到都快死了 第二階段 要安全著陸 出親來做一些白面 現在走 是不是 怕將來在香港 如果 其實他是想 他會留在香港 他自己想 他的 request 其實為什麼 林鄭這麼想做第二屆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林鄭這麼想做第二屆呢 一來就做兩屆 他覺得我比之前所有的特首 我做到兩屆正常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 他是最愚蠢的 最愚蠢的 一個人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是愚蠢的 那麼 買了什麼是最貴的 你買回來沒有用的東西 是最貴的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你買回來沒有用的東西 是最貴的 是不是 人是一樣 你不知道自己是愚蠢的 你知道自己是愚蠢的 反而沒什麼 人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想做另外一屆呢 他希望做另外一屆補獲 我做好了 可能國家會打破那個規定 讓我離開香港 走 想你也不要想 想你也不要想 你那個 那個公職 你怎麼跟朱鎔基那些比 沒得比 朱鎔基現在還在國內 告訴你 朱鎔基 九幾年的事 現在還在國內 他還在想著他自己可以在香港 我覺得他可以在香港的機會不大 所以才不斷地假裝白面 希望將來遇到香港人 大家會好一點 對我 我放寬 是我放寬 不是李家超放寬 我放寬 第三階段 六月下旬 六月下旬 為什麼要放寬 很明顯 就是 7月1日 香港是回歸25周年 加上新的特區政府 新一屆的特區政府的授權儀式 就是這樣 我們說說一點關於這個股市 這個是昨日的 昨日晚上8點的經濟日報 有20億人民幣 北水淨流入 1.2倍 即是平時 北水應該是8億人民幣 8億人民幣 即是1億美金 你看到 為何市場這麼淡 就是這樣 流入 騰訊、美斷、安搭 流出 迫伏、神華 你看到 迫伏6098 跌到剩下二十多元 跟業績 關係不大 最主要是 沒有錢進來 錢還從迫伏裡 拔出來 你要拔出來 然後基金要在迫伏和神華 拔出來 放下去 騰訊、美斷、安搭 但問題是 為何他們跌呢 最主要原因 除了現在封城之外 就是人民幣跌 當人民幣對美金跌 而港幣是掛美金的時候 你的股價便會這樣跌 你要用多少錢 你托了錢便化為烏有 所以你看到美國人不托市 其實 他护著美金便可以 他护著美元便可以 他护著美元便可以 他不托市 他有甚麼辦法呢 就是 如果你太離譜的時候 我就不讓你沽空 其實很多沽空盤賺食 當時雷曼就是不讓你沽空金融股便停了 就是這樣 美國佬不會入市去救市 因為你入市救市 就等於把錢丟進垃圾桶 他現在就丟進垃圾桶 是吧 好 今天 今晚 我就會將 八月份第二期的收費版 放回網址 如果大家想訂閱我們 五月份的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或者是 美股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都可以開始付費 大家記住 點回我們 下面的連結 YouTube 英文財經頻道 US.Market Weekly 大家點進去 訂閱 然後按 點一下 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了 這個 我也是昨晚看到的 到了台灣的打針賣 就賣了八字頭的二環財務 我記得這個 陳恩德是否說 之前很喜歡李佳琛那個 我不是很八卦 其實我沒有留意台灣打針賣 基本上 但問題是 這些八號仔 我看新聞只有八仙 這支股票 他扔出去六百多萬 六百多萬 居然這個松草大王 就說看好人民超市 我還記得打針賣 之前曾經說過 找人接手 接手 我坦白說他誰會接手 因為這個問題 之前 迷米有很多不同的台 但現在沒有了 只剩下他自己 他一不說 你的台就廢 其實 接來幹甚麼 多餘 這些是跟人的 另外一樣 你現在都相當肯定 即是說 他離開香港 就不是說過去 台灣看看形勢 突然間我回不來 完全不是這樣的事 也跟黨 說甚麼言論 在網上說話 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應該是業務 或者是錢的問題 你今天已經很清楚 如果黨要動你的話 坦白說一句 你還有得人民超市 你還可以賣廣告嗎 香港的房子都被人收了 很明顯 當時是有心過去台灣 你說是否備債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 現在差不多兩年多之後 他差不多是最快走的 即是他當時是最快走的那批 基本上是最快走的頭那批 接著還跟人說 我過來看看 誰知道不能回去 說甚麼 你現在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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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動你動了你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的公司還不散散 你看馬雲 你看螞蟻 天天玩你 天天搞你 你看看周小龍 是吧 為甚麼 根本不關這件事 先找一些煙幕 遮一遮你們 幫自己掩護 因為我怕被 這件事 我又不罵共產黨 因為這件事 是他搞你沒有質素 他搞你做甚麼 對不對 你多人聽 那又怎樣 我要動你 我隨時可以動你 劇情 暫時沒有需要到這一段 暫時沒有需要到這一段 然後找了共產黨 來揹上這個禍 其實我幫共產黨 說一句話 共產黨沒有想著對付他 最少在這個時刻 就閃了過去 那些 很多他的粉絲 現在其實 兩年後 大家都很清楚 應該是 我不是那麼喜歡 去說別人的壞話 他沒有說一些離譜的事 我也不想說太多 但是問題是 這些八號仔的股票 大家最好就是 小店為妙 你不知道更好 其實最好你不知道 是吧 就是這些炒賣行為 等等 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其實死了多少散戶等等 你今天還能坐在這裏 那就是國家沒有動你 如果不是動了你 對吧 對吧 好 其實台灣也緊的 台灣的疫情嚴峻 我不是說反話 如果台灣升到五萬 很快 台灣頂住 你頂住一大一小 因為台灣有疫苗 你頂住一大一小 你頂到十五萬左右 其實台灣就搞定了 真的 你看到它 當然有死亡率 當然有重症 你看到台灣就正常了 你看到台灣這樣升上 就正常了 現在中國那些不正常 你這樣按下去的話 你看到很久 你看到台灣幾快 幾個星期而已 去到五萬了 如果幾何級數的話 我個人估計 今天是11日 我估計它去到 25、6日 應該會有重症 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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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要顧好一大一小 應該台灣是過得到的 再說回我們上海那邊 我前幾天 大家都有聽我Patreon說過 我的朋友現在在北京 他想走 但他走不了 因為在打工 他要走就走得到 因為是香港人 但問題是 如果他再回去的時候 分分鐘要兩個月 回到香港 再回去 分分鐘要兩個月 這樣他不行 他要做事 對不對 現在大家看到 在上海 今天情況比較好 降到1487宗 北京的新病例減了 現在在北京 上海的封城 差不多已經是一個半月有多 北京這個半封城的狀態 基本上已經是接近三個星期 你見到孫春蘭 這些你見到國內 他的背後好 你叫他真的做事 他不知道怎麼做 你見到他就走出來 這個5月10日 走出來背後好 不猶疑 不動搖 堅持底線思維 極限思維 抓早抓小抓 抓基礎 發現一起 撲滅一起 這些 但實際上那些做甚麼 不知道 實際上沒有搞過 那做甚麼 核酸檢測 那做甚麼呢 大城市 就見到15分鐘的核酸採養圈 甚麼意思呢 任何你居住的地方 你走15分鐘之內 就有一個地方幫你做核酸 但他沒有疫苗 幫你做核酸 那些人就等於我的朋友 每一天 用大量的時間做核酸 然後好一點的 回到公司 如果不是 回到公司 然後又做事 然後明天又核酸 那怎樣做事呢 因為一核酸 都核酸兩三個小時了 他也說了最後 就是為二十大勝利 召開營造良好環境 二十大是甚麼勝利 開會 上海地鐵全線停運 今天已經 停了 整個上海停了 網上大家會看到很多大伯 走進別人的家裡噴殺蟲水 整間屋的財物也沒有了 然後那些東西都爛了 你看到很多在居委會裡找出來的食物 一大堆整個山仔那麼高 全部都縮了 為甚麼會扣住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扣住你沒有 那你就要跟我買了 跟我買 那我就好生意了 所以我有呢 我也不發給你 也可能有一些 就發不及 你看到那些 丟了 縮了 臭了 那些 基本上整個山仔那麼高 高度 這些硬要把那些陰性的人 送去方艙 大家看這個 是違法的 其實是違憲的 香港是有一個緊急法的 你用緊急法才可以這樣做 你用緊急法才可以把那個陰性的人 送去這個方艙醫院 他當時要用緊急法才行 但是你國內沒有 但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個憲法 有一個法律在那裡 這個法律來說 你強行把那個沒有東西的人送去方艙 或者強行因為疫情的問題 強盡問詐 基本上是違法的 所以你看到就被微博禁言 如果是合法的話 他是給你登的 但問題是他的手法是不合法的 那你就改法例 他改不了 香港有一個緊急法 所以無厘頭變了合法 其實應該都不合法的 大家看到這個上海 一人揚醒 全樓拉走 這個就不合法 你沒有這條法例 你沒有這條法例 你哪有條法例 一人揚醒 他住在一樓 我住在一頂樓 欠了十幾層 是不合法 那這些就是違法 你要改那個法律才行 香港有一個緊急法 但他沒有 那就關貼 所以基本上他沒有法律可言 基本上是 哪有法律 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個 是吧 一人揚醒 全樓或整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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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走 這是不可能的事 是吧 那你為什麼不整個 北京有一個人確診 整個北京都被拘捕了 連任領導也被拘捕了 是吧 其實這樣也可以 那為什麼不會這樣做 那個人我不能拘捕 去到北京了 即是我朋友現在身處在北京 北京週四 即是明天 明天 入商場 全部要兩天內的核酸證明 當然是陰性 這個 一會兒我們香港在Patreon也說過 那你如果這樣實行的話 香港那些食肆就馬上拘捕 全部拘捕 還有 週四 明天 所有進入黨政機關 即是香港進入政府大樓 或者其他社會單位 商場超市 要有48小時的核酸陰性證明 所有小學 中學 幼稚園 職業學校 全部 繼續暫停上學 即是停課 在9日新增50宗 其實現在北京都多 我朋友說 北京的個案 你見到慢慢慢慢多 即是差不多停頓 因為那些人每個人去做核酸 兩天做一做 我朋友說一做一天 一做核酸 差不多幾個小時 去了 很長的路 附近是很長的 很長的 很長的路 你一做核酸就沒有了半天 那怎麼做呢 大哥 如果我是駕駛地鐵的 那我走了去做核酸 那我怎麼駕駛就停了 好吧 那大家看到 今輪 北京市 累計的感染 破了800宗 那這個順議區 市民非必要不出 非必要不出順 即是不要出順議區 那我的朋友 我沒有問他住在哪區 但是他說 他那區暫時 即是這幾天都沒有 即是你都可以出去走 但是他都盡量不出街 其實他說 即是他現在都盡量不出街 即是盡量 即是盡量 或者是 他說全個星期不回公司又不行 有時候都要回家 但是呢 很多時候這樣做核酸 他說基本上是沒有了大量的時間 兩天做一做 兩天做一做 那 即是他不可以不去商場 他一定要去 一些和政府有關的 他們是做一些外國的 很大型的機電工程 那所以他一定要 他打齊針的 他 香港他都打針的 其實 但是沒有辦法 國內就不是打針的 國內就是你要有核酸證明 那麼 打針也沒有用 所以變成 每一天 每一兩天就做一次 每一兩天就做一次 根本上什麼時間都沒有 其實他說很痛苦 很痛苦 不過打工沒有辦法這樣解釋 另外 你看到這個肥仔 剛剛這個是今天 星期三的新聞 安徽合肥 五日一檢 安徽我去過 山東濟南 濟南我沒有去過 山東我去過 七日兩檢 即是三日半一檢 江西我也去過 全省常態化 大人和他用常態化這個字 即是核酸檢測 即是每一天做核酸已經是最基本的 普通市民三日一檢 嘩 鍾南山這些是肥仔 是吧 核酸等等 真是英俊到飽 即是 不要跟我爭 你看到我們出這麼多新聞 沒有叫你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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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就不是 死叫你打針 今天 現在還在叫你打針 國家是沒有的 國內是沒有的 大家都看到最早期 2020年爆灰的時候 世衞這個所衛青 CP 根本是站在習大大那邊 有 Wr backdrop 你看到已在二年 已經已śniak 不久而已 2020年 2020年 2021年 兩年 看 disappoint 談德塞 完全改變在全面 立場 世衛總幹事談德塞 中國清零政策不能持續 改變措施 非常重要, 為甚麼? 因為你沒有錢給他 最糟糕就是跟美國佬鬥美金多 因為他印的, 你要找回來 我們也說過世衛第二大的贊助者是誰 Bill Gates 你找美金一張張扔就扔死你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找美金和美國佬鬥美金多 你真是神經病 你看到譚德塞這些 誰能給錢我, 我就幫誰 就是這麼簡單 這兩天, 我在自由亞洲Corp出來的 5月10日, 即昨天 為了要害怕那些人, 就離開中國 所以很多邊防人員加強叛叉 另外, 如果有甚麼問題, 就剪護照 即是說, 如果他覺得你有問題 你都不需要去, 剪了你的護照 我還有看到, 剪錄卡 即是連你把錄卡都剪完 剪護照這個情況, 或者問, 經常都有 即是, 如果你是國內的人 當然你是權貴就例外 你是權貴就例外 但一般的黨員, 他都會問 權貴就例外 他們裏面是分道的 那些一 秀出來, 你不敢問 因為你敢問他 一個小時後, 你就不能做 你實際上也要擔擔 一般的黨員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一般人是出不了國的 找不到的 經常都會問的 剪護照也不是現在的事 我看到很多YouTuber都覺得很驚訝 不是 向來也有 只不過現在頻繁一點 但剪錄卡就有問題 因為綠卡不是你的財物 那張錄卡是美國出的 美國出的 你剪了一張錄卡, 即是破壞別人的財物 為甚麼呢? 就等你再申請過 之前江澤民的時代很寬鬆 很多人都可以拿錄卡 之前香港謝Sir的老婆也要拿錄卡 那我奉勸大家 你拿到錄卡 請你快點成為美國公民 因為你 拿著錄卡 你只不過是暫時居留 你做了一些違法的事 或者請了一些違法的人做工人 他都可以馬上取消你把錄卡 然後遞介你出美國境 所以你拿著錄卡 其實在美國不是很安全 你真的要循規道具才行 你拿著錄卡 你盡快拿個永久居民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有少少行差踏賽 你馬上錄卡都沒有了 就趕去出境 所以這個情況 不是現在才有 向來也有 只不過現在頻繁一點 一直都有剪你護照 剪你護照 但是剪你錄卡 錄卡是美國的財物 其實美國政府可以吵咬你 如果你自己剪了一張錄卡 讓他知道他以後不會發給你 你不要發 因為他覺得你現收 那張錄卡是我美國給你的 如果我在香港 我拿著一張特區護照 我去了美國 美國 你不讓我入境 OK 沒有問題 但是你如果剪了我一張特區護照 其實我會吵咬你 什麼事呢 好嗎 你可以趕我走 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可以剪 我地方發出來的那張 Visa 你不可以 因為你是侮辱國家 其實他是在侮辱 他剪錄卡 就是美國 是美國錄卡 為什麼我們說習大大都危呢 其實 大家看看胡錫進 正常 胡錫進不會說這些 你看到胡錫進發文 反對不斷封城 然後刪了 就是說其實現在習大大在國內 你這樣搞法的話 支持他連任的人 超連任 我想是越來越少的 基本上是越來越少 現在你再賣這個 再賣這個俄羅斯 更加大問題 更加大問題 你更加比美國留一個藉口 一會兒我們會詳細說 另外你看到胡春華 胡春華是副總理 他一向都有說話 但你看到他 比較高調這段時間 出來講經濟 差不多 曝光率比較高 那問題在哪裏呢 王岐山又出來了 大家知道王岐山 最初就是習近平的謀神 後來大家不妥了幾年 這個人所皆知 因為海航的問題 已經是人所皆知的事 你看到王岐山 又去了這個 和楊潔篪 去了這個南韓 問題是 你看到黨 其實是在轉方向 你看到在轉一個外交的方向 在轉一個外交和經濟的方向 問題是 你這樣搞下去是不行的 大家看到 中國人民大學 幾間大學 退出國際大學排名 退出國際大學排名 慢慢 中國那些教學 英文都不用讀 那是讀什麽 讀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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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聞這麽什麽 什麽 這麽什麽 本來是放在當眼的地方 那些書店 那麽現在就放在一些 卡拉圍等等 那麽你見到整個 形勢 都有變 因爲你這些是搞不到的 現在不是毛澤東的時代 你叫現在那些權貴 那些 那些黨員 那些子女 連這個英文都不用讀 只是讀這個 習思想和習語錄 坦白說 他們那些黨員 讀毛語錄的時候 你都是 什麽二百公斤 十里山路 不換肩的年代 是吧 當時他們已經讀毛語錄 你現在還叫他們 那些兒子那些孫 去讀習語錄 傻嗎 你以為他不是傻 是吧 另外呢 這個杭州亞運 都沒有了 其實這個杭州亞運 對於國情來說是幾好的 因爲你可以表現肌肉 可以表現肌肉 拿回一些獎牌 這個是 亞洲奧林帕克來的 本來是9月10日至25日 你看到他現在都取消了 即他不是取消的 是延期 就不知延期到何時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有沒有人來參加呢 我真的不敢說 待會我們說到 俄羅斯拉和南韓 即大家會具體知道 現在的形勢是怎樣 坦白說 你現在不退後 那日本會不會來呢 台灣會不會來呢 你說亞洲 那南韓會不會來呢 是吧 那你只有俄羅斯來和你 大哥 變成俄羅斯來和你 這裏 我不是真的想說 澳門今次 母親節和佛誕的人流 是比 是比香港高 有 當日 星期一 5月9日 有12.7萬人次出入境 佛誕那天 甚至有30萬人流 那為什麼香港會沒有呢 很明顯 因為 他給國內的人去澳門 澳門是跟 那些錢不可以自由進出 那便給你去 你怎樣花都好 那些錢都是在國家裏面 但如果那些人來了香港的話 那些錢可以自由進出 所以他不會讓別人來香港 這個是可以預料到的 但我今天 即是我說澳門 不是想說這件事 即是我想說的就是 第一 現在在澳門 你做賭已經是無利可途 我上次已經說過一次 我說 現在澳門 只能夠容納一間 好像之前 即是 普京那樣的賭場 一間 第二 我自己覺得 即是 何超瓶等那些 其實要走 要走 即不是說澳門 他現在還有 17億的 資產 流動現金 那負債就很多 好像說 幾百億 負債 這不是重點 即是澳門可以幫他 不是這個問題 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身家豐厚 這個是排面而已 排底 你說何家的 沒得幾百億我不相信 是吧 你只是何超瓶本人 我想都是以百億澳門計 即是澳門只計 百億 你想想一件事 在現在來說 他不是要對付我們的窮鬼 其實是因為你有錢 其實很難說 其實他不捨得 很多人是不捨得 即是整個基業在澳門 不到你不捨得 當然跟我們不同 我只有一層樓 只有幾百呎那層樓 對不對 對不對 即是我們這些完全不同 我一層樓只有幾百呎 我自己用來住 基本上 那他們那些不同 大把物業 四太那些 多到數不完 何超瓶那些大把物業 又有信德性 不捨得 就是因為你不捨得 所以有問題的時候 你隨時做乞丐 你以為真的要動嗎 你不捨得說什麼 鋁石米華是錢的 鋁石米華一攻出來 你奧博有份 便可以擠你 要離開 即是呂志和那些 基本上要離開 呂家那些要離開 呂志和不離開 他的兒子也要離開 基本上 何超瓶那些 其實要閃 你不捨得 都是這樣說 很問水 因為你有錢 你有錢才是目標 你一毫子都沒有乞丐 他不會搞你的 搞了什麼 是吧 你不跟金沙那些 金沙美國佬頂的 他是美國佬 他是美國佬 是吧 他是美國佬支持 你新豪博亞 何又龍那些 什麼東西 是吧 在黨來講 你什麼都不是 坦白說 我要找你 有沒有做得到的工作 多麼不容易 澳門一定有 做到的一定有 是吧 所以這些要離開 不捨得 我不捨得信德 我不捨得 即是 爸爸 何生 這麼多年基業 不到你不捨得 是的 不到你不捨得 這些他們自己想 其實 好了 我們說回香港這邊 我還聽到有些YouTuber說 喂 不是啊 那些選委 都不是 都不是說 上下一心而已 有些不支持的就有8票 支持的1416 還有四張8票 很多包括01 口說支持 身體不誠實 我覺得這些是小提大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共產黨每次在國內的投票 都有棄權票 有棄權票 有幾票棄權票 那你猜有沒有人敢投棄權票 當然沒有 因為命都沒有 那怎麼叫你投票 那這些白票 這些不支持票 其實就是 黨叫他們這樣做的 告訴外國 喂 不是每個人支持的 有人不支持的 其實是這樣 沒有人敢投白票 沒有人敢投不支持票 其實沒有 我說的 所以不用小提大做 他本身就是喜歡做 如果這麼望糕 他就是這麼望糕的思維 誰都知道不是 你知道又怎樣 他還是要這樣做 所以他的文化裡面很奇怪 你不要想著 有些人跟爺遲相反意見 有幾張白票 坦白說 如果真的不支持 有幾個候選人開啟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1416張 對嗎?不會的 你不用想 這些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 李家超說 接這些電話都接到首員 是嗎? 每個人都撐過去 喂 放我的名字 是嗎? 讓我的名字 放上去給中央 我不知道現在已經是否中聯辦 可能不是 可能已經是北京 北京 肥華的位置是誰做的呢? 波叔的位置可不可以留任呢? 好了 大餅強又可不可以繼續在這裏呢? 之餘此類的這些位置 加上現在 重組了架構 就放一些蛇仔在餅裡做 但是最主要的那些位置 一定是中央批的 那現在那些人就是什麼呢? 喂 你放我的名字上去吧 是不是才對呢? 以往中聯辦是捉這些 丟心口的 丟心口 然後你買位 差不多叫買位 他又不是叫買位 就是你懂得做 是吧? 中國人很喜歡懂得做的 其實那些洪惠民 何英偉那些文化 就是懂得做文化 其實中國人 不是貪污 不是賄賂 大家開心而已 就是中國人是這樣說的 那麼全部的人 就是個個都打電話 喂 幫我認識了那麼久 是吧? 幫我擺個名字上去吧 看看阿爺可以不可以 就是大家這麼熟 是吧? 之餘此類 你見到李家超也說過 接這些電話就接到首院 好 其中一個當然是葛珮帆 是吧? 就是我們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說到已經很想入政府 還說要做創副局長 創副局長 即是說他們看薛永恆 基本上就是林鄭的人 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沒有挑戰 我不知道 葛珮帆想做創副局長 葉劉就說要有些學歷才行 那他是不是沒有學歷呢? 這個我可以告訴你 基本上跟學歷是無關的 最重要是阿爺 如果阿爺 這些位不親自指定的話 那就變成特首自己選擇 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 《螢光幕》這個我在網上解釋出來 關於 葛珮帆的虛假學歷的爭議 排面他是一個博士 一個碩士 一個學士 另外一個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的碩士 但是頭三個在這間 夏威夷的Greenwich University 就已經被David Webb 踢爆了 這間Greenwich University 基本上跟英國那間 名校 Uniiversity of Greenwich 都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後 還被袁黎明說 他是野雞大學裡面 買學位 我看回郭佩帆 郭佩帆跟我的同年 他年紀跟我的同年 郭佩帆是一些很低的出身 他中間一定是做了一些事情 後來給他慢慢上位 其實郭佩帆 這些不是讀書可以讀回來的 很多人聰明很多 都做不到 應該有人帶他上位 我想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碩士 那個婚姻及家庭治療 應該是真的 我猜的 我不知道 他做過創科 他在資訊科技 和廣播事務委員會上 做過委員 你看到現在 立法會的網頁 已經沒有學歷及專業資格履歷 這一欄 他相信是沒有新報道 所以大家可以停在這個頁上看 或者你進去Google也看到 所以你看到葉劉 為何要有學歷 就是這樣 另外 你看到中聯辦 就走出來 說是選委和市民的議員 為什麼呢 因為 為什麼中聯辦會說這句話 然後李家超也有說 然後趙立堅也有說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七國外長 齊齊發工 大家 看看下一頁 10日 昨天 只是昨天 只是 歐盟和加拿大 法國、德國、意大利 日本、英國外長 和美國國務卿 七個國家 5月8日 在香港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 其實簡單說一句 他說這個選舉 基本上就不算是一個選舉 基本上就不算是一個選舉 好了 問題就是 究竟七國外長是說給誰 他當然不是說給香港人 也不是說給李家超 也不是說給趙立堅 那是說給什麼呢 說給自己的國民 說給自己的國民聽 說給自己的國民聽 問題就是因為 根據這個基本法 根據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 香港應該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的 那很明顯現在就沒有了 很明顯就是沒有了 那你拿基本法出來 有一題 對不對 那這些是說給什麼呢 就是說給國民聽的 不是說給我們聽的 那他想做什麼呢 就是草子彈 現在是 草子彈 將來呢 等你中國那個實力 再弱點 打落水狗的時候 就拿回來了 就拿回來了 他就是這樣用的 他是說給自己的國民聽的 他不是說給我聽的 我當然知道 他為什麼要說給我聽呢 你以為趙立堅不知道嗎 你以為李家超不知道嗎 你以為李家超不知道嗎 左右旁邊也沒有人 為什麼會不知道呢 是吧 坦白說一句 你問我 你問我 你就放林鄭和李家超在那裡 是不是 對 對 把林鄭和李家超 看選位選誰 對 什麼不行呢 兩個都是習大大陰點 為什麼沒有這個選擇 有這個選擇也叫做選舉 為什麼沒有呢 為什麼沒有呢 大家想想為什麼沒有 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到現在的戰狼呢 你看到現在的國家呢 是一些 智力這麼低的人去做 只是顧著意識形態 是很嚴重的 我們跟著說俄羅斯 俄羅斯呢 就牽涉到現在的 台海這方面的形勢呢 其實不是這麼好的 其實 你見到趙立堅說這些 很軟弱無力的事情 就是歐盟打著民主自由旗號 干預內政行不通 這些 你見到他現在都 突然間很奇怪 之前呢 他講一下 無預警地就說 中國和美國的人民 應該要大家一起攜手 兩國呢 之後坐下來談 才是將來 突然間說他這樣的事情 這麼奇怪 無頭無尾地說他這樣的事情 趙立堅是 為甚麼 我在Patreon也說過 如果你做生意 你就不要這麼開心 為甚麼呢 因為你看到他現在 即使疫情這麼低也好 他現在是放鬆 但沒有取消疫情 即是說沒有切掉所有措施 為甚麼呢 林鄭說立法工作 重末朵欄 應該說的就是23條 即是說我在Patreon裡面說過 我說 李家超上場 23條是一定立的 一定立 我估計可能在8月立 為甚麼呢 如果8月不立 然後立法會就要放假 然後10月才回來 可能10月至11月 他現在8月上去的時候 一讀二讀一定會通過 好了 為甚麼要通過23條呢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你又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其實國安法 23條基本上是等於國安法的 但問題是說 在上面那群元老 北京那群元老 他收到的封就是 世界 全世界 為甚麼不跟香港做生意 為甚麼那些人不來 因為你有國安法 那他就很簡單 我把國安法倒進23條 其實23條跟國安法一樣 我改了名字就可以了 改了名字 你們來投資 你們來香港就是這樣 人家是不滿意你的內容 不是不滿意你的名字 但在他來說 23條是根據基本法的 那就是這樣 是這麼表面的 共產黨是 大家明白共產黨是這麼表面的 所以呢 你會見到 即使到現在 基本上沒有什麼疫情的 你會見到 他還是放寬社交距離而已 他並沒有取消到 你看到林鄭 又是出來做白面了 第三階段的社交距離 就是六月下旬 放寬 放寬而已 沒有說撤銷了 為甚麼不撤銷了呢 因為怕23條的時候 有人走出來 大家看到這個5月8日 選特首那天 的確社民連是有人出來走的 他沒有違反這個限聚令 為甚麼呢 你四個人 他三個人 就立即被人禁止了 在共產黨來說 他仍然害怕你的人會走出來 如果我把所有的防疫措施 那些人便走出來 你不知道會怎樣 所以問題 我估計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立了23條之後 才會取消 一定會立了23條之後 才會取消 否則你看到他 還會有些熔斷 原因就是在這裏 你看到很多在香港以往沒有的事情 不是說香港以往沒有黃色事業 你看到突然間有個民政助理 走出來做這個經營賣淫的兼職 大家覺得神不神奇 經營這個兼職 大哥 一個民政助理 為甚麼會兼職做一個賣淫集團的成員 真是奇怪 以往香港很少 另外 凡是有這些大事件 一定有一些極端暴力主義的人被捕 但這些人從沒有出現過 那些是甚麼人 不知道 大型槍下之類 但從來沒有這些人 你沒有看到這些人出來 沒有上庭 那些人甚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 你見到就是 今天 應該是今天 第一批保就業 保就業其中有4.5萬個僱主 應該有十幾萬個 就是申請 獲法五月份 就是今個月的津貼 林健鋒也會說就是救命前來的 你說精準快 今次的確是快一些 比以往就好很多 就是兩個多月左右 林鄭就說 最多 就是現在申請的有14萬個 4.5萬個 就是今天 這個新聞應該是昨天的 昨天 昨天就已經 不是收到錢 收到通知 以及補貼 你看到林鄭就說 就是中聯辦的人吃蛇齋餅種的意思 所以李家超是只會跟 他只能跟 他沒有第二件事可以做到 那麼香港的經濟 為什麼你看到 那些建制派走出來大聲疾呼 這些團 這些團 今個星期尾 有30團 本地油 這些是多少錢呢 百多元一個團 吃的蛇燕 這些就是吃的蛇齋餅種 就是這些 吃的蛇燕 百多元一個團 我以前有朋友做過 就是做過這些導遊 基本上 你一個人 最主要是賺那些小費 賺那些小費 賺那些小費 你要有很多 因為這些團 通常都是 星期六日的 星期六日才有的 那麼你考過導遊牌 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搞的 就是大家香港人 這些老人家 等等 那麼以往 有些是回去東莞飲茶的 我以前在東莞做事 經常都見到這些 香港人 上去飲茶等等 那你回國內就貴一點 即是可能二百多元 即是即日內回 等等 但是這些香港團 只是百多元 吃的蛇燕 蛇齋餅種 就是這些團 那你做這些兼職導遊 都不是每個星期都出團 你一個月做到兩個週末都可以的 其實它通常都有一些小費 即是幾十元 20元 20元 那些 20元 小費 那些 那些 因為它的團 都是百多元 那些 都分到少少的 那就是 大錢是找不到的 定一定都有 起碼也定一定 但你見到經濟就是不好的 那大家看到這個也是東方 那經濟增長向下調整 那你見到的那些商鋪 那些商鋪 那些商鋪全部都是 現在還是這樣的形勢 我前兩天 才去到油麻地的商場 很多商場 你上到二樓三樓 的確是這樣的 不是跟你說笑 的確是這樣的 十七 九空 那另外 為什麼這麼多人來呢 這個也是昨天的東方 我們老祖已經說過 上個月大約有6200人抵港 大部分都是外傭 外傭 來香港賺錢的 不是來香港花錢的 哈哈 上月合共有達6200名 非印外傭抵港 是來香港賺錢的 不是來花錢的 希望盡快通關救市 你現在在螢幕上看到這些 我想都不復見了 其實 除了一些過時過節之外 另外最少十萬宗 申請港人 就移民英國 這個我們說過很多次 這個大家可能最新會聽過 就是 羅湖關口 有機會會重建 現在它是扔了一百萬出來 做這個初步的諮詢 羅湖這個關口 就重建 整個羅湖關重建 重建來做什麼 跟這個東鐵接軌 方便這些內地居民 直接去到這個港島消費 不要再吃這些蛇仔餅種 坦白說 現在香港內地的連接交通已經多到數不完 基本上 深圳羅湖 羅馬洲 港珠澳大橋 高鐵 就快沒有了那個承制車 都不要緊 接著 搭船 搭飛機 全部都齊了 是吧 為什麼還需要搞這件事 要搞什麼直通呢 主要就是吃蛇仔餅種 那誰給多一點錢 重建 那就是香港這邊 一定是這樣 你要來的 現在這條 其實不是這個時候做 其實是 那又如何 吹曲GDP 接著GDP 跟香港對分 香港又說自己GDP有多少 那又如何 盡快使用你的儲備 不知道多少錢 分分鐘那裡 可以一千億都可以 不知道 它現在重建羅湖關 分分鐘是一千億都不出奇 為什麼不出奇 沒有一千都幾百億 是吧 那就是做這些 不需要的 沒有這樣的需要 有需要也不是這個時候 我告訴你 好了 我們說回 香港這邊 我們開頭也說過 你看到 袁國勇失了 過幾月了 過半月 袁國勇已經沒有了 只有孔帆毅在這裡說 孔帆毅前幾天才說 一兩個禮拜之後 個案回落至雙位數 即是99 當它最多是99 何柏良還出來說要谷針 這麼神怪 何柏良還出來要谷針 今天這個是最新的 原來 原來 你康復後 再打多針 抗體水平 高過三針 別人再搞這些 兇狗 即是不要再玩這些 現在是 鼓針鼓到上了路 我康復後 我現在又抗體 我還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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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呢 是吧 你現在坦白說 你看到一個感染人數 一直這麼少 即是抗體有效 是不是 你鼓到這麼高 做什麼呢 你這樣打 真的是鼓針上路 告訴你 你想想 這樣也讓他有位置 讓你再打針 真的 你死不死 這些打針人 基本上是上了路 已經被別人 我們昨天 Patreon說了 我就不重複了 即是 罪福老闆 黃潔龍已經說 他說 如果這個金茂丹 這件案子 食客和那個 做處的人 都是打了三針 一樣中招 那麼那些專家還離譜 就說 喂 如果你們去食堂的話 那就做兩件事 食堂就熔斷機制 可能兩至三宗 不理你食客也好 員工也好 中招就停賽兩個星期 或者 所有來光顧的 要拿個陰性報告 即是說 現在你的疫苗通行症 快三針不行 四十八小時 或者七十二個小時 核酸的話 那麼 黃潔龍就說 其實要收屁 即是每天檢測 跟國內一樣 跟我的朋友在上海 在北京一樣 每兩天檢測一次 或者每一天 都有百幾二百萬人去檢測 因為 每一天 有幾百萬人 是去商場 走樓這些 如果你玩到這樣 根本還是要收屁 所以我就說 你不要以為 疫情完了 好像之前十二月底 我們現在擴充了 就貪負舖位便宜 撿回來 一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做乞丐 告訴你 這個剛剛說了 有專家 提倡入食市前 先做快測 如果真的這樣做 他未必不會 你不要這麼大聲 他未必不會 分分鐘一件事 因為七一 他這樣做 或者 這樣做 再過了那個二十三條 有什麼好奇 你現在的案例少 你如果那個金牟單 他的案例去到 五六十宗的話 他會的 不是不可能的 對我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對我沒有影響 我反正不能進入 其實我都不能進入 我沒有去很久 但對於你們打了三針 那些就糟糕了 為什麼你打了三針 甚至有些是 現在去補一針 他打了兩針 補回五月底 即是五月底要三針 如果你要陰性報告的話 那就下班 那就是說 你又要三針 又要陰性報告 那不如不要進入 對不對 我不排除他會這樣做 不是完全不可能 我當然不希望 但是有專家這樣建議 那就看到時候情況而定 但是 昨天已經有人問梁子超 他說 為什麼食客和那個柱 打齊三針 都爆疫呢 因為你現在有疫苗通行症 即是他們全部最少打了兩針 那做那個員工打三針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看到何子超 基本上是知不已對的 他只是告訴你 打了針 都可能中招 那就是沒有說過 更奇怪 他說打齊針 亦有可能成為超級傳播者 這句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你打齊針 不會重症的話 為什麼會重症呢 就是你病毒的數量多 你才會重症 才會發炎 才會發燒 才會發燒 你只有一顆病毒 你怎麼會重症呢 這個就是自相矛盾 所以你說 為什麼我不聽香港那些專家就是這樣 我聽美國那些 我不聽這些 聽來幹什麼呢 你都傻了 是不是 如果我打齊針 都成為超級傳播者的話 就是說我的份量很高 那你怎麼告訴我 打齊針會不重症呢 你就解釋不了 是不是 所以這些就是多餘 是不是 另外 順帶一提 醫療的人手短缺 需要增加供應 我告訴你 如果你是英國的醫生 加拿大 美國 澳洲 甚至是新加坡 我不覺得他會來香港執業 我不覺得 我想授醫可能會 有的授醫 譬如說 貓貓狗狗 等那些 但是你說 真是 一般在醫院裡面 等那些 我又見不到 最後結果是甚麼 最後就是內地那些醫生 或者內地那些醫護 肯定 我在香港我都未見過 外國醫生 你見過沒有 我自己未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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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醫護那個 他都未 我不知道醫管局裡面有沒有 應該都有 但比例是很少 其實比例是很少 很少 因為你在美國 或者在英國 或者在新加坡 澳洲 那些地方去做醫生 你怎會來香港做醫生 你怎會來香港做醫生 不會的 日本 台灣 南韓 那些 他怎會來香港做醫生 不會的 其實最後不是中國 另外 公務員的忠誠 這個基本上 跟剛才那些三思十五局一樣 他將那個 考核制度 放進去 即是要考核 那你哪一個考核 遵守 哪一個不遵守 坦白說 我自己那些人就是遵守 是吧 你一般的都會給你 遵守 我不喜歡那些 就不遵守 那我來做什麼呢 不是改善態度 是有獎金的 國內是有獎金的 我有朋友是 即是我朋友的家人 公務員 有獎金的 那些人就是分獎金 就是這樣 你猜真的 要你宣誓效忠嗎 坦白說 你對黨效忠 關那個中聯辦什麼事 他也是黨員 對嗎 在他來說 我是吃蛇匙餅種 在習主席和最高權力中心的人來說 你就要效忠 但在中聯辦來說 你為什麼要效忠呢 你效不效忠這個黨或者國家 不關你卡小事 對吧 我只是做香港的行政 你效忠是跟他講 不要跟他講 不要跟我說 這是正常的 你香港守法就可以了 他不理你的 你不要反那個黨就可以了 那你反那個黨其實也沒有關係 那就是國安處問題 對吧 好了,我們說回普京的局勢問題 現在的問題 我在Patreon也有說過 為什麼美國人 可以容許俄羅斯和烏克蘭打這麼久呢 其實大家都明白 美國人或者是歐盟 一參戰的話 馬上玩完 除非你出核武 你可以試試出核武 你出核武 它滅了你俄羅斯的有份 你看到它是不敢出的 你出你的核彈 也未必打得出俄羅斯的範圍 那為什麼美國人會容許他打這麼久呢 主要的問題就是 他要營造一些東西 他首先用過經濟制裁 即是你看到美國人用的招式 不是一些很新的招式 都是一些很舊的招式 但是問題就是 即使他用一些很舊的招式 即使我們現在特別的普京 你一見到普京這個人是一個暗咎 為什麼呢 他沒有計算過自己和別人的武器 等於我們 中國 你拍攝在俄羅斯的時候 你有沒有真的實事求是 接觸過別人的軍力是多少 或者你聽別人說呢 美國人呢 即我不是說 一件事都是美國人好 但美國人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不相信你 他經常問這個問題 美國人 你怎麼知道 那麼他要親身看過 做過Research 拿到一些實際的Intel 他才去分析你的作戰能力 但是我們的國家就不是 別人說厲害就厲害 那一打下去的時候 原來是紫老虎 紫老虎 現在你這樣看俄羅斯 我相信他連發狗膽贏 就是這樣 咦 打一下打一下 現在我們的國家覺得 咦 原來俄羅斯是不行的 那你最初拍攝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的軍力有多少嗎 在美國人很簡單 我看你的武器就知道 你的武器還是七十年代的 大哥 還是九十年代的 那你怎麼打 那你猜美國人現在知道 俄羅斯有多少美金和外匯呢 你猜美國人知道 中國有多少美金和外匯呢 其實美國人是一清二楚 他才行這些政策 但我們就不是了 我們聽 中國聽、看和猜 現在就縮了 咦 原來不行 但現在縮會不會遲了一些呢 另外 普京是最傻的 普京想了一件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 總而言之 我拿到中國 在美金上對我支持 我就打下去 他沒有接觸過 大家的軍力有多少 他也沒有估計到一件事 人家會幫拖 那人家一定會幫拖 你在他後面 我如果被你打了烏克蘭的時候 那芬蘭那些就做黑衣 是吧 他一定會幫拖 那人家幫拖的時候 那你怎麼打呢 你是不是能打贏呢 即是打一場仗 是不是這麼草率地去打呢 你看到現在這個人就是 所以我經常說一件事 不打仗 不說話 你不知道這個人不行 一打一說話 你便知道這個人不行 即是跟超哥一樣 一說 哦 原來你這麼厲害 你說普京準備在烏克蘭長期作戰 有什麼可能 怎麼打 你沒有錢 那怎麼打呢 對吧 沒得打的嘛 那你想想一件事 為什麼美國佬讓他打這麼久呢 為什麼美國佬容許他打這麼久呢 美國佬一動手 你就已經下班了 對不對 為什麼容許他打這麼久呢 因為就是想自己齊腳 還有希望其他人 埋來我美國那邊 讓中國露出破綻 你看到 郭加坤已經是 小米亂上 不要搞了 低調退出俄羅斯市場 之前你不是支持他嗎 之前支持他 為什麼現在退出呢 美國佬有一件事 真的很厲害 就是什麼呢 放風 他現在不用打理中國 為什麼呢 你自己也打死自己 你現在這樣封城法 根本就不需要美國 或者歐盟叫那些企業 那些企業 那些企業自動會走 他基本上不打理 但是他放風出來 我會取消你的SWIFT系統 那你是不是自亂陣腳 坦白說 不要說那些沿路 你說習大大自己也害怕 好似說習大大那些錢 是蒙地卡羅 你在哪裡都一定 因為我取消了你的SWIFT系統 香港你已經不敢放了 因為你放了錢 香港一制裁你就做黑衣 好了 國內你不敢放 為什麼不敢放呢 你的美金放在國內的時候 那你一下台就死了 另外一件事 他取消了你的SWIFT系統 那你在國外的錢就回不了 在國內的錢就回不了 就是你拿著廢紙 在美國來說 就註銷了這筆美金 另外呢 他就會和俄羅斯一樣 沒收你所有 在歐盟 現在歐盟已經說 沒收俄羅斯的資產 沒收你所有的錢 所有你們黨員的號碼 那些編號 那些錢 全部註銷 然後再印過 那你就做黑衣 對吧 所以你看到他幾個月 就扔一扔消息出來 我會取消你的SWIFT 我不用打你 你自己也死 你裡面也死 那裡有很多錢 那就是白做 我們老早說他白做 你這一代的共產黨員 是白做的 你以為把錢拿完 然後放在外國 在美國人來說 你放在美國便對 我地方 你不要出錯 你出錯我就全部註銷你 沒收 現在就是了 最後的結局必然是這樣的 你看到現在那群元老 看到不對勁了 喂 俄羅斯好像流 打不下去 但是問題是 我幫他我也死了 我們跟他沒有關係 我們跟他沒有關係 但是現在問題是 在歐盟 在美國 他不是當你中國和俄羅斯 是兩塊東西 他當你一塊東西 他當你一塊東西 那一刻才拿你命 好了 那他等什麼呢? 除了等你中國犯錯之外 就等齊腳 你看到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申請 芬蘭呢 都要求著 加入北約 為什麼? 因為如果 烏克蘭一被人打低了 就打芬蘭 在旁邊而已 是嗎? 正常 這樣的話 你俄羅斯可以做到什麼呢? 北約 你本身就說北約威脅到你 那你一打他的時候 他現在越來越大 好了 那就找德國 你看到習主席 我估計是習主席去找德國的新總理 他之前是副總理 不要緊 誰找誰 不要緊 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看一下 現在中國正在炒 你德國佬 習主席打給你 習主席跟你說 你不要站錯邊 不要令烏克蘭的戰士更加惡化 你看到德國的總理 基本上沒有什麼理你 沒有什麼理你 為什麼? 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已經告訴別人 你是支持俄羅斯 那你就幫兇之一 是嗎? 沒有了 其實大家知道 沒有了肥婆 現在德國已經變了天 他不會再走去 去 中國那邊 最主要做了什麼呢? 最主要是 菲律賓現在選了出來 又是美國佬那邊 接著南韓選出來 又是美國佬那邊 你看到歐盟看清楚 中俄 他現在不是叫俄羅斯 或者中國 他叫中俄 他將你當成一件事 其實歐盟脫宗 勢在必行 大家可以去看這段新聞 你看到美國佬就出招了 因為現在已經齊腳了 那就撲慶你 美國國務院更新了網頁 刪除不支持台獨 拜登有說 拜登說 沒有這句話 都不等於我們支持台獨 但很明顯告訴你 他可能是承認台灣 在網頁中說 一中政策無變 不過 哪一個才是中國呢? 是美國定義 不是中國定義 他做這麽多的動作是什麽呢? 就是撲慶你 等你打台灣 等你打台灣 他贏了一個就是撲到普京 打瓦克蘭 你看到俄羅斯便馬上做乞丐 對嗎? 是吧? 那便撲你不到 因為俄羅斯先做爛頭出 中國便幸運 沒有動 好了 現在我不斷掃你底線 不斷把那些武器 運到台灣那邊 日本已經賣了艦 那還差一個就是南韓 南韓呢? 剛剛銀石穴也上賣了 大家看到銀石穴就上賣了 銀石穴加入韓國 加入北約的網絡中心 簡單說句 就是大家share情報 大家share情報 你看到 你打一個地圖 你會看到 根本你的船是出不了海的 你中國的船 即是南海你出不了 怎樣出呢? 南韓也是美國佬的 就是美國佬那邊 台灣也是美國佬那邊 日本也是美國佬那邊 下面就是澳洲 那邊就是北約 中國和俄羅斯一塊東西 怎樣打? 大哥在那邊 幾千公里之外 那你怎樣打? 所以你看到美國佬為何現在做呢? 因為齊腳 第一件事齊腳 第二件事最主要 我已經鎖到你的錢差不多了 即是你的軍力是打不到仗的 你贏就絕對贏不了 現在 贏就絕對贏不了 你一打就做乞丐 是吧? 好像俄羅斯一樣 計算過你的數 你一打就馬上做乞丐 現在俄羅斯是 是吧? 韓國加入北約網絡防禦中心 這尹錫悦 文在寅呢 就 即是 文在寅是靠兩邊 有時又 文在寅其實是幾次 這個 幾次這個 李顯龍 現在你看到李顯龍 已經完全是美國佬那邊 現在最尾的關卡 就是南韓 你見到尹錫悦一上 在美國佬來說 大局已定 菲律賓選出來的 大局已定 即是 整個亞洲區來說 基本上 已經是美國佬的範圍 美國佬的範圍 你見到黃岐山 就匆忙出訪文在寅 其實他出訪文在寅的時候 文在寅是最後一個 下午 12點之後 即是現在 文在寅已經是平民 於是尹錫悦上了 其實他 我估計他主要不是見文在寅 主要是踏路 主要是見尹錫悦 即是黃岐山 黃岐山第二天就跟尹錫悦握手 尹錫悦61歲 黃岐山73歲 尹錫悦的年紀 做總統都可以的 六十多歲 不是太老 如果年輕幾年更好 即是五十七八更好 大家看到黃岐山見文在寅的時候 就不提我們習主席的名字 用他 後來寫新聞稿出來的時候 當然用習主席的名字 大家又不需要過分解讀 因為黃岐山最早期 即是習主席上的時候 就是智囊來的 但是因為海航的問題 他們貌合神來了很久了 所以大家都是有點牙齒人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尹錫悦是不會埋在中國那邊的 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在美國人來說很簡單 你如果不上當不打台灣的話 我就在金融方面掐死你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是你自己封城 我都不用叫 是吧 我不用叫 你那些廠自動會從你那裡搬出來了 那歐盟那些都搬出來了 那當那些廠走的時候 即是說 他真的禁止你中國用SWIFT的機會 是很大的 因為沒有了我的人在 我的人都走了 他禁不禁香港用 不是最關鍵 問題就是 你中國那個 經濟一死了 香港即死 其實 你全靠中國 你中國經濟一死 香港即死 其實經濟是 他如果禁你用SWIFT的時候 更加死 但是問題就是 他未必 所以你看到現在 那幫元老 就要護住香港 香港中立的 不搞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用香港翻身 那這個是什麼時候的策略呢 就是當年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策略 用香港翻身 也都是1902年入世貿 江澤民用香港 幫他和外界 兌換錢的策略 即是說走回去當時鄧小平的策略 一樣 護住一點 整個中國都散了 沒辦法 但是一樣東西 由這一點 讓那個國家不用死 這個策略是這樣 所以問題就是 現在中國的情況是很危險的 你看到美國人 即是他見到時機成熟了 美國走出疫情 你說現在的股市跌不重要 因為他作主而已 他喜歡說 我現在不加息也可以 他突然說 我現在美國不加息了 搞定 分分鐘跟你升三千點 然後趕走你的中概股 不賣那些晶片給你 那貿易呢 關於中美貿易協議就完結了 有可能會放寬部分 對美國 有利那些 那中國不肯就怎麼辦 不肯就算了 沒事的 不肯就沒事的 即是他拿著金融 我拿著金融 那如果你動台灣的話 所有人都賣了武器 全部人都圍著你 你根本打不到 你的船都出不了去南海 怎麼出呢 日本在那裡 台灣在那裡 南韓在那裡 你以為北韓會不會幫你 阿蘇不要玩了 你長大了三十幾年了 哥仔 你看看金正宇幾歲 三十二三而已 你六十幾 大哥 怎麼跟你朋友呢 所以你看到現在中國 中國的情況很危險 基本上 很難說 坦白說 你問我 我希望香港可以獨善其身 不關香港的事 你們打 不要拖香港落水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是 不要拖香港落水 就是你們搞定它 打完打剩了 打到謝了 你再要用回香港的時候 香港才幫你 是這麼多 不過香港到時有沒有能力幫你 我也不敢說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現在還未開 現在是1點29分 轉19分 好幾個% 去回134% 我們的網誌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五月份 我剛剛講完 這個ASM太平洋的上集 接著會講下集 文化 Unicode 和港交所 有篇幅我們會講 H&M 如果不夠 就扔下去6月份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Youtube投資筆記 一樣大家都很熟悉 收費版 五月份 未估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 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留言 也可以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在Gmail.com 可以 今天是星期三 祝大家 星期三愉快 明天的香港財經R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